2023年4月的CBA季后赛首轮 在上海和江苏第三场比赛的最后阶段 双方上演了一场拙劣的假球表演 原本领先4分的江苏 接连出现低级失误送分 短短几十秒 就被上海打了一波10比0 最终无愿送对手进棋 给所有球迷都看傻了 那么这场可以载入史册的CBA假球事件 究竟发生了什么 场规赛第42轮收官站 李春江直交了上海队 痛击北京队 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 但是李春江依旧将赛季MVP王哲林 和外援布莱德所留在场上 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羞辱北京队的主教练 马布里 当年马布里作为球员 率领北京队的CBA总决赛 多次击败李春江执家的广东队 建立了四年三冠的王朝 从此 李春江就和马布里结合了私人恩怨 在马布里退役成为教练后 每次李春江带队遇到马布里 都会卯足的劲很打 李春江台 所以这场收官战 上海队在第四节领先达到45分时 李春江依旧不撤逐利 气氛至极的北京队球员马勇 在三分线外紧逼不来得索 雪布摆脱时朝着马勇横甩一轴 而马勇反手又给了雪布后脑勺一巴掌 彻底被激怒的雪布 凭借超长的臂展赏了马勇一圈 随后两人双双被驱逐出场 雪布罚款14万 马勇罚款10万 而这也成为了假球事件的导火索 这一年的CBA季后赛 第一轮实施三战两胜制 上海队作为5号种子 因为布莱德索进赛 首轮已经确定无法出场 所以最好的情况 就是能在对阵12号种子江苏的首轮系列赛 打满三场 这样次轮对阵4号种子深圳 雪布第二场就可以回归 目标明确后 上海队管理层便计划和江苏打击场默契球 季后赛首战 上海不出意外碾压了江苏 第二战赛前 上海队突然宣布王哲林轮休 其他主力大面积受伤 实施战略性放弃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边不想赢 另一边 他也不想赢 因为江苏队已经完成了进入季后赛的目标 队员们拿到了奖金 觉得没有必要再打第三场 早点结束季后赛 早点回家享受假期 于是 搞笑的一幕出现了 江苏一众主力 竟然打不过上海一帮年轻小将 这可把黎春江气坏了 年轻小孩在球场认真打球 不会放水 那就只能把明白市里的老队员换回来 死活就要输一场 半场结束 上海领先四分 再看双方更衣市里 竟然同时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上海队两个外员大骂 你们有没有职业道德 能轻松赢球 为什么不赢 而另一边 江苏主教练李南也在大骂 你们有没有职业道德 对面都躺下了 你们还赢不来 最终 江苏队发力 上海队眼神防守 完成输球目标 赛后大量不明真相的上海队球迷 唯独在球馆外大喊退票 高呼 李春江下课 大家就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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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来就没希望了 大家就 挖肠子就不良 就凭你们这么没有职业道德 没有职业 我鄙视你们 我鄙视你们 我鄙视 鄙视你们 关键的第三战 上海队众志成城 李春江势必要赢下比赛 进入次轮 否则就要丢了饭碗 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澳门的上海队本以为可以轻松拿捏江苏 结果不仅没能做到碾压 反而让江苏在前三节占尽优势 此时 已经收到指示的江苏主教练李南 默默地换下了外援布莱克尼 开打全滑板 第四节 也迟迟不上外援 甚至派上了好几位平时都不在轮换里的年轻小将 但即便如此 上海依旧落后 比赛进入最后两分钟 江苏领先四分 此时 双方教练都坐不住了 一个赢球心切 一个输球心切 于是 载入史册的戏剧性一幕 出现了 布莱克尼后场接球 左手被运 但右手不接球 送对方一次抢断 再赔上一个犯规 此时 江苏对总经理史林杰 坐在场下无嘴偷笑 这球演得真妙啊 上海抓住机会 两罚全中 比分追至99比100 接下来 江苏发底线球 尼勇康直接把球发到对方身后 将球权拱手让人 随后 王哲林突破 可惜上篮不中 江苏对抢下篮板 却再次失误丢球 王哲林灌篮 将比分反超 值得一提的是 江苏对抢下篮板的球员李鲁彤 正是主教练李南的儿子 他的常规赛都没有出场机会 却在此时 被围以重用 下一回合 江苏前场边线发球 李鲁彤接球 再次出现失误 上海队反击 再拿两分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三分 下一回合 布莱克尼在中圈附近丢球 被吹回场 再次把球圈交给上海 然而这还不够 布莱克尼对着裁判抱怨 果断拿到一个T 送给上海一记罚球 此时 江苏大师已去 上海连续进球 最终以108比104 淘汰江苏 作为江苏队主教练 李南的最后时刻 竟然未叫一记暂停 就坐在场边 无动于衷 赛后 使林杰满脸微笑 和上海总经理 蒋玉生握手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江苏队晋级了 赛后 江苏外员布莱克尼 在印识上发文 我不想干这破事 但是我没有选择 如此拙劣的表演 让球迷们非常愤怒 当天凌晨 过于压力的中国篮协 要求彻查次世 两天后 篮协开出了历史激发单 以消极比赛为由 取消两队赛季名次 和参赛资格 俱乐部各罚款500万 李春将取消教练员资格5年 李南晋赛3年 使林杰限制从事 篮球相关活动5年 蒋玉生背进3年 两位未来的名人唐教练 只用了一场比赛 就将一生累积的荣誉打没了 更惨的是李南 甚至把自己的儿子 都给害了 对此 姚明是这样回应的 很沉重的一个周梦 这两支队伍 都是历史优秀的队伍 江苏的 被追溯到联赛的远年 而且在他们的历史上 也诞生了无数 医生背水的荣誉 特别还有明尔堂的人 但是越说到这些东西 我们越觉得痛心 越觉得痛心 我觉得对体育比赛来说 最重要的是信力 甚至不是能力 信力是我们 每一个人才能生的一个意义 每支球队爱生的一个意义 当然也是我们联赛 和协会爱生这个东西 这件事给我们的 影响是深刻的 教训是深刻的 我们需要通过人家事情 去改变一些东西 但是 使这些已经付出的代价 变得有价值 我只能说这些 我们要表达那种明确的态度 和我们传统的心情 谢谢大家 好了 这就是今天 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